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Moss 朱仔 現在是11.8個字 很多錶迷可能都準備吃飯了 不知道有沒有錶迷跟我同樣 今天都是繼續工作之中度過 鏡頭前面那一隻是Carsel Edivus 為何朱仔會拍這隻錶呢 就是有位錶迷昨天我幫他訂了火 他來拿火了 但他就 教完時間之後 他回去按的時候就按錯了時區 我既然都訂開貨了 其實我訂多了幾隻 趁加價之前 所以還是舊價錢 不如我拍片教他用 不如我拍片分享給大家 一次過順便推介 看看還有沒有錶迷 喜歡一個月前 看漏了我這條影片的推介 或者當時猶豫了沒有買到 這隻錶呢 非常之性價比值高 我當初第一次見到這隻錶的時候 除了感覺上它的外型很漂亮 很有型之外 我以為應該挺貴的 因為好像一個限量版 通常配色 甚至乎它的設計 都是在限量版出現 居然是一隻普通版 有一個好處 就是價錢便宜 好了 他用了這個Rainbow 我們叫它彩虹色面 Rainbow Dial 這個彩虹色面 就是你見到這裡 有一個賽車的錶把儀 然後用了彩虹的顏色配搭 上半部分就是一個Digital 液晶體顯示 一個黑色的普通的錶盤 下半部分 你見到有些凹凸的額紋 還有一個彩色彩虹的 Cronograph的錶盤 很特別 整個錶的外型設計 再加上它有一個獨特的殼型 除了它剛才說的錶面Dial 之外 採用了不鏽鋼外圈 再加上懸掛臂式的設計 你見到這個錶椅 這個位置是一個大膽的設計 是創新的 我基本上在其他手錶 都未見過這個錶殼的設計 你見到這裡的錶腳 就像一個車架的掛臂 Castle Edifice 都是圍繞著賽車主題設計的手錶 一個運動型Sport的手錶 我今天手上介紹這隻 就是一隻石英錶 行電池 它不是用光動能 因為有很多時候 Castle Edifice都會用光動能 但用光動能當然會比較貴 一般都要千多元 今次我這隻就是一個石英錶 大約三到四年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但它有Bluetooth 你看到這裡寫著Castle Edifice Bluetooth 藍牙在三點位置 它只有藍牙連接手機 藍牙有什麼功能 連接手機 首先它對時 它可以協調到三十八個城市的協調時間 另外它有一個全自動日曆 直到二零九九年 所以非常之正 連到藍牙之後 好了 看看燈按鈕 右上角是一個燈按鈕 標盤上半部分 正常來說 第一個版面 會寫著9月23日星期六 即是今天 其他按鈕有什麼按鈕呢 中間這裡有個小小弧觀的位置 這裡就是一個按鈕 最主要我們經常會用的 Z 接著它 接著它 接著你見到 液晶太顯示的走馬燈 寫著Hong Kong 其實我們就是 那個標明不懂 就是在這裡 按完Z之後 例如我去Tokyo 現在我去日本 然後按Z一下 這個就是Tokyo Time 12點45分 就是Tokyo Time 而指針也會 按應我教的時區 而走動 看到12點45分 接著我們試一下 按左 看看 對不起 好 我們試一下再按Z 中間這個Z 接著我們試一下 按Hong Kong 接著再按Z一下 它就回到9月23號 第一個版面 其實很方便 如果你中間想看到 譬如我現在搞了9月23號 秒針 然後我想看到9月23號星期幾 我其實就按一下 不要維持它 按一下 再按一下 比如11點45分 就是現在香港的Logo Time時間 但我再按一下 又是 9月28號幾秒 見到星期六 就是這樣用 但是你說我按完Z 都不對 它擾亂了 即我按錯了 將原始設定 混亂了 怎麼做呢 不用擔心的 持續Z也是 然後持續Z之後 你先找了對的時區 Hong Kong 然後再按左下角這個Mode 轉 hustle 12小時或24小時 這裡可以轉換 可以調圖得到12小時候 按一個右下角的按鑼 然後再按 這台譬如呢 譬如現在呢 其實47分 以及我 tous nhân 我想調整47分 按下才能達到47分 看見 再來看看 再按就是 9月23號 譬如我當今天是24號 是要改的 而首先是2023年 首先,再跳9月,我想教10月,按這裡一下 再去到9月,然後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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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一邊跳,按左下角的按鈕,再跳,我想教那格,然後按9月 再按9月,好了,接著搞定了,再按Z一下 11點48分,就會去到香港時間了 同樣,再按9月23日,再按,9月23日,星期六 就是這樣用的,很方便的,如果你手動不連接藍麻就可以這樣用 但如果連接藍麻更方便,連接藍麻按Z之後就會應對你的手機 所以非常方便 好了,這支錶採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玻璃邊位置做了離子電道的不手鋼圈 我自己比較喜歡不手鋼圈 我自己比較粗魯,我覺得不手鋼圈就好像耐體一點 鋁片圈就沒那麼耐體 這支錶也能游得水,做了100米的防水 電池大概三年左右 對,看你能否用得多光耳那些功能 三四年左右,據我的經驗 如果你經常用,就預算兩三年左右 好了,錶帶方面就是一體化色的錶帶 唯獨是我覺得那個缺點,就是它是行食鷹的 就不是行光洞 也有燈,右上角就是一個燈按鈕 也有夜光,時分針有做夜光的 我看看夜光,黑度就沒有做夜光了 時分針就有夜光的,看到嗎? 對 左下角其他模式,進入了第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攤碼模式,計時模式 然後有一個倒計時 信計時,然後倒計時 19,8,7,6,5,4,3,2 再去就是一個鈴鐺,鬧鐘設定 通常我都是用這個手機去教 會比較方便,手動教也可以 再去就是一個兩地市區 它是一個GMT時間 可以指針行Local Time時間 後面亦晶體行另一個時區的時間 也可以 一個GMT兩地時間 如果有親戚在外國,這隻錶很方便 或者你去旅行,經常會出門 亦是很方便 好了,這隻錶很輕身 而且它用了一個弧形的位置 這個耳位,變成它很貼手 好了,總重量想跟大家說說 65克的充電 我們看看是否65克 我磅出來只有62克 整隻錶很輕身 好了,這隻錶的物料就是 它用了不鏽鋼的外圈 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而這裏就用了樹枝 錶腳這個位置做了樹枝 增強了整隻錶的內衝擊力 好了,防撞就會更加強 即是更加耐用一些 然後也是用了一個樹枝錶帶 不黏層的,是樹枝錶帶 好了,全自動的歷史到2099年 那尺寸呢,多大呢? 讀一讀給大家看 尺寸呢,屬於大錶的 它的直徑是45mm的直徑 厚度就是13mm的厚度 好了,整隻錶就是 整隻錶就是 整隻錶就是 戴上給大家看看 因為有錶迷你了 豬仔推介 這隻手錶是808元 對,808元 一個挺漂亮的手錶 即是一隻Castle Edifice的運動型手錶 豬仔推介有三隻現貨 原裝行貨,有說明書、盒、保證 亦有藍牙鏈接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手錶 想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賴之角怎麼拿 對了,808元 有興趣就盡快找我 下集見,拜拜